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5月6日 星期六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消息 首先據報丁九灣有個老婦人說明想租船出海輕生 沉死 結果對面的船家拒絕 然後這位老婦人是自己走下海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也講講一則熱話 據報網上流傳短片 屯門有個大叔玩腳法 連數四下把垃圾踢過鄰居 整個過程都有片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講到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充心多謝各位老友基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次最新消息 根據HK01最新報道 租船出海沉死被拒絕 下水被沖出海 救生員趕往救起 不過老婦人送院搶救不治 報道的內文提到 今日5月6日早上9點多 一名老婦人在荃灣丁九灣泳灘墮海 村民發現過後連忙通知在場救生員報警 救生員已即時落水拯救 在尼岸約莫30米的防沙網外面的位置 救起老婦人 隨即幫她急救 然後由救護車送往仁濟醫院 可惜忠告不治 現場消息說 老婦人曾向附近的艇家租船 表示要出海沉死 艇家拒絕並留意她的去向 其後發現她自己走入水中 瞬間被衝出海中心 連忙呼叫救生員協助 警方正在調查事主身份和事件起因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相關的報道說老婦人本來是租船 坦然想出海沉死 船家當然不租船給她 然後她自己走出海 說船家大驚於是叫救生員 不過還是救不及 不過這個婦人的身份和沉死的原因 仍然有待調查 另外轉看一下網絡一則流傳的短片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屯門大叔玩腳法 就說連數四下數把腳 把垃圾踢過人居 網友認出這裡是哪條村 報道的內容提到 長約半分鐘的短片被上載到Facebook專頁屯門 有的 片中看到放下一袋垃圾一出家門的男子 使出四下數把腳 將垃圾踢向鄰居門外過後 才翻轉關上大門和鎖上鐵閘 並拿起地上的垃圾袋離開 有網友認出現場懷疑是屯門的大興村 認為有關情況要報給房屋處知要扣分 就問可不可以扣他分 也有人說如果扣夠分就收他的公屋可不可以呢 也有網友批評有關的行為真是很離譜 就問是否心態不平衡 不過也有冷靜的網友提醒不要跟車太貼 就說他自己會扔自己的垃圾 地上的垃圾又是誰扔出來的呢 這條片好像是刻意咳成的樣子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各位網友看過相關流傳的短片 究竟事因如何不得而知 不過網民反問為何會拍到這樣的一幕 好像是故意拍他 究竟這個人是把自己的垃圾踢過鄰屋 還是鄰屋本身的垃圾踢過來造成呢 據報有網友追殺當中要求報給房屋處 去瞭解更進 另外也說說這件熱話 根據HK01的報導 黃雀在後的士隧道前硬咳雙白線爬頭 未有回憶後方是警車即時斷正 報導內文提到攝氏的影片日前 被上載到Youtube車cam特警頻道 標題是的士城門隧道咳雙白線斷正 片場約莫38秒 顯示時間是星期二 2日5月2日下午5時半 地點是城門隧道 片段可見 當時一輛的士在左側車道行駛 正後方是警車 隨後警車打燈切右線 駛至片主前方黑色私家車的後面 這個時間 車輛駛至隧道前方雙白線的位置 的士突然向右硬咳雙白線爬黑色車的頭 警車就即時看到即時開燈 然後加速追上去 片段被分享到網上引起網民熱烈討論 就說 果然萬線有鬼 每天都喜歡走快線才安樂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斷得正一正 加上的士 就強行駛雙白線的時間 後面就是警車 於是不追你追誰 事件寫了上網成為網絡熱話之一 另外也說說這宗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在港鐵裏面就躺平 不止到外月台不願意起床 親友拖走打算上扶手電梯 那個原因惹來熱議 報道內民提到 話說攝氏影片被上載到Facebook群組 好fashion阿里 片場有摸13秒 可以見到現場是港鐵傳彎線 一個車站月台旁邊 一個戴眼鏡的男子明顯清醒 但躺在月台上不願意起床 身邊的男親友沒辦法叫他自己走 唯有左手拿起多袋物件 右手拖著對方 四眼男子沒有反抗 任由親友拖痕 拖了幾步後抵達扶手電梯 親友一度停下 回過氣後打算繼續拖痕對方 似乎打算沿扶手電梯離開 過程吸引了不少人觀望 影片自此結束 未拍到親友是否真的拖著四眼男子 沿扶手電梯離開月台 影片引來不少網民討論 笑言躺平的最佳示範 亦有人說 是打工仔星期一的心情 亦有人說 攜帶大型行李時請使用升降機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果然無奇不有 男子躺在港鐵傳彎線的月台之上 另邊商拖也不離開 於是拖拖 拖到扶手電梯時 那個人也不起來 究竟之後怎樣 是否真的 繼續拖進扶手梯就可以上去呢 亦不知道有否網友在現場看到 不妨劉過言說說大家的意見 另外亦說說這件熱話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行山炭一中兩見 網民羨慕又好奇 問究竟是執柴來燒 以及怎樣蒸才行 報道的內容提到 飲完茶行山 和走完山喝茶都很常見 但在走山 喝茶吃點心 就非常稀奇 有山友日前 在5月5日以這個 仲有禁高不閒 食完下山為題 在Facebook專頁 香港行山新手交流區 曬出遠足時間 探一中兩件 開圍食 蝦餃 笑買牛肉球的照片 引得這個網民垂然三尺 亦熱烈討論怎樣在荒山野嶺安全地 精點心 另外有網友搞笑地說 以為是寮齋的情節 回應的網友搞笑地發呼氣 就說 最不喜歡的人 行山食點心 還要是有香餃燒賣牛肉球 真是令我憤怒 見著兩龍香餃燒賣牛肉球 兼滾水靚茶 實情令到網民厭善不已 以上是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行行山突然之間肚餓 於是怎樣呢 自己拿個精龍出來 然後透火 然後就在山上蒸一宗兩件 吃飯 又吃點心 又喝茶 是否可以呢 可能可以 如果做好那些加熱的工具 其實行山 行到山頂的時間 若然有熱食已經很幸福了 聰明的人可能會帶個盤子去煮公仔麵 而這個人就直接拿點心精龍 成為了網絡熱話之一 另外亦說過這支熱話 若然你去到酒店看到這樣的風筒 你會怎樣呢 根據HK01報道的網絡熱話 就說 酒店風筒噴出十尼米火焰 嚇到女房客 網民問是否風筒型火槍 報道的難民提到 在電影《國產007》當中 由羅家英飾演的發明家達文西 研究出終極武器 拿你命三千 一直都是影迷 心中的經典 而近日 內地有女子去到遼寧 某間酒店 在用風筒的時間感到 那個風就不太對勁了 說著拿手來試一試 結果風筒突然冒出7至10年米的火焰 嚇到她 當晚就退房 事件令到網民高呼可怕和誇張 大家看到相當誇張 差點燒到人 幸好當時及時發現 否則燒到很大件事 整個風筒變了火槍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